同学好,今天我们的课题是聚合物 也就是要介绍常见的塑胶 这个米饭放到嘴里面去咀嚼 咬着咬着,咬着咬着 慢慢的会出现甜甜的味道 那是因为出现了甜味的麦芽糖 再经过拖曳的催化作用 拖曳里面有酵素 催化作用有可能把你米饭的淀粉 最后变成了葡萄糖 那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 淀粉的化学室 是6颗碳,10颗氢,5颗氧 有N个所连接结合起来的 而葡萄糖化学室 则是C6H12O6 同学比比看这两个差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差两个氢,一个氧 换句话说,他们差了这个水呢 所以如果淀粉经过水解 再加上酵素的催化作用 有可能把那个米饭中的淀粉 水解到最终的产物 葡萄糖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介绍 淀粉和葡萄糖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像淀粉的分子量 6颗碳,10颗氢,5颗氧有N个 那我要怎么去计算它的分子量呢 首先6个碳,12乘6 加上10,再加上16乘5乘上N 这个N是多少啊 N可以是很大 N如果是10,那么就是162乘10 N如果是100呢 所以淀粉的分子量很大很大 有小分子,像这样子互相结合而成 像淀粉这个样子 由葡萄糖结合而成的大分子淀粉 这样的化合物呢 通常都含有数千个以上的原子所组成的 它的分子量呢 通常会超过1万以上 那这种物质,这种化合物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聚合物 又称为高分子化合物 在以蛋白质为例 这个蛋白质呢 它可能水解成分态 最后呢,分解可以得到氨基酸 氨基酸就是相对于 组成蛋白质的小单元 也就是小分子 而蛋白质则是聚合物 高分子化合物 分子量很大的大分子 像这样子聚合物呢 一来源 我们可以分成天然聚合物 比如说刚刚介绍的淀粉 蛋白质之外 还有纤维素和天然橡胶 其中这个纤维素 它的小单元跟淀粉一样 都是由葡萄汤聚合而成的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聚合而成的 那另外除了有天然的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像塑胶 合成纤维 合成橡胶 这一些呢 是属于合成聚合物 聚合物又可以依它的连接方式来分 可以分成是链状聚合物 比如这每一个小单元排列成链状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叫做网状聚合物 它可能是立体的 也可能是平面的 链状聚合物呢 它的分子往往是排列成直链状 然后呢